對此,縣府也表示,去年已經著手進行宜蘭縣海岸永續發展的整體規劃 針對海事平台等海岸生態的保護以及海岸公共化課題來進行規劃 過程中也邀請到各界的代表以及專家、學者來共同參與 成果也被承報給中央相關單位來參考 縣長在2009年所提出來的政見有關於蜜葉灣的開發部分 本府一直在持續的進行當中 其中為了解決有關海岸公共化的課題以及相關海時平台的保護 我們在去年啟動了一個宜蘭海岸永續發展規劃 在其中就特別要處理有關於像是海岸公共化的課題 在這個課題進行期間,我們也會邀請各界的代表及其有關的單位 前來參加這樣子的一個規劃研討 宜蘭新聞記者南星採訪報道 我還帶了8公元